我们之前做过6个Windows 10电脑的解锁方式 除此之外 如果你手头上有一只U盘 也可以尝试用它来解锁 使用U盘解锁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普通的U盘 外加两个TXT文档 其中一个文档如下 而另一个为空白文档 首先把U盘插入电脑 看一下此时所显示的盘幅 然后我们把这个TXT文档当中的这里 改成U盘盘幅 并且把扩展名改为.bat 接着把这个TXT文档 存放在电脑隐蔽的路径下 然后在U盘当中 新建一个空白的TXT文档 命名为开机密钥.txt 完成之后 回到桌面 按下Windows加R键 调出运行命令窗口 输入gpedit.msc 在本地策略组编辑器当中 双击计算机配置 Windows设置 脚本 启动 添加刚才设置的文档 确定即可 这样U盘启动锁就做好了 开机时 你只能把U盘插入电脑 才能正常使用 不过系统启动三秒之后 就可以自由移除 而如果电脑开机后 没有读取到对应U盘当中的文件 就会直接出现这样的提示 不过你可能发现了 其他人好像随便换一个U盘 新建一个同名TXT文档 依然能够对电脑解锁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把 开机密钥四个字 设定为其他复杂的文字或字符 最后 你可以在TopBook微信公众舞台 回复电脑解锁 或去本期提到的TXT文档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